最近总有人问,为什么这么久了没有祝荣号火星车的消息? 这里是快看宇宙第八期,快看宇宙,每天了解多一点。 关注收藏点点赞,弹幕评论不要忘。 可以说的睡着了,也可以理解为保护性休眠或冬眠。 其一,能源不够带不起来探测设备。 其二,火星冬天太冷,会把电子元件冻坏。 其三,火星的一个季节等于地球六个月,时间有点长。 祝荣号在设计之初就加入了休眠功能, 所以在火星严寒的冬天睡一觉,等春暖花开在工作最为稳妥。 最新消息,9月19日,天文一号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师贾阳透露, 祝荣号火星车预计将在今年12月,火星北半球乌托邦平原春季自主唤醒。 唤醒祝荣号需要满足两个特定条件,能源和温度。 第一个条件是能源,必须检测到太阳能发电量大于140瓦后。 这个和太阳的照射角度有关, 众所周知,太阳能发电直射比斜射效率高, 用它感知火星季节更替太巧妙了。 第二个条件是温度,必须保证主要器件, 如电池等的温度提高到零下15摄氏度以上。 两个条件环环相扣, 当太阳能电池的发电量大于140瓦加热电池到零下15摄氏度以上, 温度寄电器自动闭合, 火星车正式唤醒,同时开始充电。 祝荣号自然就醒过来了。 祝荣号的探测大方向还是一路向南, 追寻古火星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。 科学家希望火星车能够走到那个地方, 但是距离很遥远, 大约相当于半个马拉松。 让我们为祝荣号加油!